我們介紹這個Ethernet的這個Protocol 所謂的CSMACD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的Protocol它的效能到底好不好 因為我們說 我們每次要送風包之前 都要先去聽聽看 如果是IDOL我們就送出去 如果是BZ我們就等 送出去的時候也有可能發生Collision Collision的時候我們就把它送一個鍵 把它停掉 然後我們要等待一個時間 然後再來重新再嘗試一次 這樣的Protocol我們講它的效能到底好不好 我們就說事實上 這種Ethernet的整個運作 它是在我們叫做Lightly Load的時候是最好的 就是所謂的Load很輕的時候 所謂的Load很輕 就是說這個時候網路上面沒有什麼工作站要送風包 就是比較少數 很少數的這個工作站想要送的話 幾乎它每次一來一送就成功 所以我們接下來我們看一個它那個圖 這個圖本身的橫走是所謂的Loading Loading就是說我網路到底有負載重不重 Loading很輕就代表說想要送風包的PC 或者Station這個數量很少 Loading很重的時候代表說我可能有大家都想送 大家都有風包要送 我們重軸是所謂的Throughput Throughput就是說到底可以成功的送出去 這樣的風包的數量有多少個 我們看一下它的曲線是這樣子 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曲線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左邊這個地方 像這個地方的話我們說 這個地方我們叫做所謂的Loading比較輕 因為在橫走的最左邊 Loading很輕的時候 它的Throughput跟你的Loading幾乎成正比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不太發生衝撞 就是你想送多少幾乎都會成功 就是我們的Loading很輕的時候 想送的風包量跟可以成功送出去的風包量幾乎是相同的 所以它幾乎就是正比的這樣子向上的曲線 這個時候是很好的 就是你有多少要送就可以送多少 但是隨著這個Loading越來越重的時候 就會開始發生Collision了 所以它在一個最高的這個點 我們叫所謂的Optima這種點的時候是最好 代表是說你的Loading其實到了這一點 Loading到這一點 可是你的Throughput還是非常的好 還是很高 過了這一點之後 我們就開始發現一個現象就是說 你Loading再增加 就是有更多的風包要送的時候 我的Throughput開始往下掉 就代表說我的Collision開始發生 我們這邊一往下掉就會越來越嚴重 我們事實上再發現說 這個Loading再加重 這個Throughput往下掉的速度就更快 因為這種Loading再增加 就是開始發生大量的Collision 發生大量Collision代表說 我們的Throughput就開始下降 因為大部分的風包都沒有效 大部分的風包都會撞在一起 所以這是很嚴重的現象 甚至Loading再繼續加再繼續加 我們發現說這個Throughput 它甚至會接到這個地方來 這個地方我們說幾乎是等於0 比如說它的Loading如果繼續增加 它有可能甚至說沒有一個風包可以成功 大部分的風包幾乎所有的風包 每次送出去就跟人家Collision 我們Delay再來還是Collision 再來還是Collision 再來還是Collision 所以如果發生這個現象 這個Loading就事實上 已經超過這個網路可以負荷了 這個說網路怎麼辦 其實網路沒有什麼辦法 其實網路就是癱瘓了 就是因為Loading太重了 唯一的辦法就是說 大家暫時先不要送 暫時有些先離開 這就是Ethernet的特性就是說 在Heavy Load 我們講Heavy Load的時候 會有太多的網路的整個頻寬 都浪費在Collision的這種現象 這個也是Ethernet的一個致命傷 就是說Ethernet本身 當然我們講的這個是 從最早期這個Cable 這個Bus Bus結構的這個角度來看 因為它是一個廣播的媒介 所以兩個風包 對不起兩個Station 或者兩個風包同時送上來的時候 它就發生Collision 這是它的網路的架構 是Bus的架構 Protocol是CS,MA,CD 在Load很輕的時候 它的效能很好 可是Load很重的時候 因為發生Collision 甚至發生嚴重的Collision Sluidput就會降得非常的高 甚至最後變成0 這也是為什麼在早期的時候 這個Ethernet 只能用在一般我們的 像辦公室的網路 或者家庭網路 我們知道在整個產業鏈裡面 還有一塊非常重要的 就是工廠自動化 在工廠自動化裡面 我們這個網路要控制的 可能都是一些工廠的設備 尤其甚至像鍋爐 甚至像鍋爐 這種非常非常需要即時去控管 比如說它的鍋爐本身 溫度太高 你必須去把一些什麼關掉 這種都是所謂的控制訊號 控制訊號在工廠自動化裡面 它必須立刻送到那個設備上面去 如果它用Ethernet 你可以想像會發生什麼問題 如果Loading很重又用Ethernet 那根本封包就丟不出去 因為全部都collegion 所以在當時 這個工廠自動化的部分 基本上是不用Ethernet 因為用了Ethernet 就是它有這個風險 就是萬一Loading很重的時候 它可能封包根本送不出去 所以早期這種工廠自動化 是不用Ethernet 但是現在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就是說 因為我們事實上 這個Ethernet的結構 已經從Bus 現在已經進展到所謂的Switch 我們以前也介紹過 進展到Switch 那進展到Switch 它的collegion的問題就解決了 基本上等於說幾乎就沒有collegion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補充 好 那最後我們看一下 這個在Ethernet 802.3 這個Ethernet 它還有哪些標準 那我們說 802.3本身 因為它算是一個family 算是一系列的這種Ethernet的眼鏡 我們說從最早期 從我們說2MB 也有到10MB的 也有到100MB的 也有到Gigabit Ethernet 甚至現在10G的Gigabit Ethernet 也都非常的成熟 那在實驗室呢 甚至已經有100Gbps的Ethernet 也就是說它有這麼多種Ethernet 速度從2MB到100Gbps 速度差異這麼大 但是它們的prolocal 一樣大大都是跑CS、M、CD 這個是 雖然我們的 算是速度上有不同的標準 不同的版本 但是我們的Mac Prolocal 都還是跑CS、M、CD 那我們的frame format 就是封包的格式 還是大家都維持一致 這是Ethernet這個系列標準裡面很重要的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要跑這個速度要快到 我們剛剛提到像Gigabit Ethernet、10G 甚至100G 在這麼高的速度之下 我們的Physical layer 就是我們的線材 就必須不一樣 這個時候到了100G 甚至一定都是跑光纖的 因為光纖的速度 以光速來講夠快 所以事實上我們等於說 在Physical layer這一塊 我們就有兩種 一個就是所謂的fiber 就是跑光纖 一個就是跑傳統的cable 就是所謂的電纜的部分 那我們所以看一下 最下面這個圖裡面 我們的這個Physical layer 本身可以跑所謂的coper 就是銅線的部分 就是cable的部分 它有 我們這邊上面有像 100Base TX 100Base T4 或者100Base T2 那個T都代表twist pair 有的2有的4 可能代表它的那個線材距離 那右邊這邊是所謂的fiber 就是我們線材可以有不同的這個線材 那以Fiber來講的話 我們有所謂100Base F F就代表Fiber 我們有100Base X 這個S 這個S就是所謂的short 就是因為我們 左這個光纖的時候 就是用光 光波本身有長波短波的意思 所以等於說 針對不同的網路的速度 我們有的用光纖 有的用所謂的銅軸 或者銅線 然後用光纖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有長波的 會有短波的 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技術 這所謂的physical layer 就是實體層的技術 都會被引進來 為了讓我們傳輸的時候更快 然後距離希望能夠送的遠一點 然後可以速度更快一點 但是我們特別強調 不管我們的physical layer 是所謂的銅線 是光纖 我們最上面第二層 這個MAC layer 還是CSMACD 然後用我們原來的Ethernair 的這個frame 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 最後我們來做一個summary 就針對這個Ethernair 做一個總結 我們說Ethernair 不管它的系列是怎麼樣 不管它的速度有多快 速度有多慢 不管它是用什麼樣的 所謂的physical layer的材料 不管是銅線 不管是光纖 它的MAC protocol 都叫做CSMACD 然後都是connectionless的service 就是說 在傳輸的過程當中 是不需要建連線的 就是我們只要把封包準備好 然後依循CSMACD的protocol 就是我要送之前 我先聽聽看 如果是idle 我就送出去 如果是busy 我就等 等到它變成idle的時候 再把它送出去 就這個protocol都是一樣 這個protocol本身 我們就叫做connectionless 因為它不用建連線 當然我們也叫做unreliable transmission 就是我送出去 不保證對方一定收到 我們之前也已經介紹了 就是說我們在easernet裡面 我們是很努力的想要把一個封包丟出去 我們甚至努力到什麼程度呢 努力到說你這個封包連續衝撞 不要超過16次 我都會再來一次 再等待一個時間之後 再來把這個封包再試一次 其實我們easernet的protocol 這個CSMACD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努力 非常盡力 一個封包發生collegion 我會再來 再collegion 我會再來再來再來 我會連續來16次 都試著把這個封包送出去 當然如果說網路已經用上一道 實在是沒辦法了 這個封包連續衝撞16次 我們會放棄 這是放棄的部分 但是我們所謂的unreliable 其實還有一層的意義就是說 我們雖然會嘗試的把一個封包 把它送出去 包含說16次 連續嘗試16次 好 中間可能有一次 好 你送出去的沒有collegion 就是沒有collegion 這個封包對這個所謂的 傳送的這個state來講 它的任務就結束 它的目的就是要把一個封包 我們講成功的送出去 雖然送出去的過程當中 可能發生collegion 那我就重來 但是我什麼時候會把這個封包 等於說它的任務把它結束呢 就兩個 一個就是我真的送不出去的 連續16次的衝撞 我這個封包我就放棄 要不然的話 我這個封包就會把它送出去 好 那你成功的送出去 就代表對方一定成功的收到嗎 不一定 我們成功的送出去 那為什麼對方會沒有收到呢 因為即使沒有collegion 那它也可能發生所謂的 我們叫interference 就是所謂的干擾 比如說電磁波的干擾 讓你的封包的內容 比如說1變0 0變1 因為被干擾了 那被干擾的這個封包呢 我們知道receiver 它收到一個封包 注意到這個封包是沒有collegion的 這是沒有collegion的 所以既然沒有collegion 那個sender就不會重送 它已經送出去了 沒有collegion 它的任務就結束了 但是沒有collegion的封包 不代表一定正確的會收得到 因為沒有collegion 但是也有可能interference 被干擾 所以它沒有collegion 可是內容壞掉了 那receiver收到之後呢 它就會做一個檢查 說裡面的內容有沒有錯誤 因為我們有一個叫做 frame check sequence 用CRC32做一個檢查碼 如果說萬一這個內容 在傳送的過程當中被所謂的干擾壞掉了 那receiver 雖然成功地收到一個封包 但是經過檢查之後 發現內容是錯誤的 它會把這個封包丟棄 也就是說 送的是成功地送出去了 可是收的也成功地收到 可是內容是錯的 它就把它丟掉 那這個封包也結束了 就是sender已經送完 它已經沒事了 receiver收到把它丟掉 那這個封包怎麼辦 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叫它叫 unreliable transmissions 這個意思 就是說 在醫生裡面 他每一個封包都會很努力地 想要把它成功地送出去 但是呢 成功地送出去 不代表對方一定正確地收到 那如果對方收到的是錯誤的 他會把它丟棄 那丟棄這個封包 就相當於就是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如果說我們說 那我這個封包很重要啊 對方一定要收到 那我們就必須靠 我們上面的protocol 比如說我們如果上面是用了TCP 那TCP會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TCP本身會要求對方的TCP 你一定要正確地收到 如果說像這樣 我們在第二層 這個網卡這一層 就把它丟棄了 那我們最後TCP這邊發現 這個封包根本沒有來啊 所以我們的TCP呢 就會互相告訴對方的TCP 要重送 就是重送 那在Ethernet本身 就是所謂沒有重送這件事情 Ethernet本身會來重送 是因為collision 因為衝撞 所以衝撞它會再重送 但是如果因為封包的錯誤 它是不會重送 所以我們叫做unreliable的 好 那我們也說 這個Ethernet的這個托普 從最早期的是buzz 就是10-base-5 10-base-2 好 那慢慢進展到後面的 所謂的switch 那switch本身 它的特色就是 類似一個像star的結構 好 那最後我們提到說 在buzz的結構之下 我們所謂的buzz的結構呢 我們說它的protocol 叫做hub duplex transmission hub duplex就是說 兩端都可以送給對方 但是不可以同時送 就是hub duplex 我們通訊是雙向 A可以送給B B也可以送給A 但是不能同時送 這個就是我們buzz的 這個CSMA CD的概念 因為你同時送 就會發生collision 就是說如果是buzz 我們講buzz的結構 像10-base-1 10-base-2 甚至10-base-T的那種 如果是hub的結構的話呢 它是用所謂的hub duplex 代表是說 同一個時間 最多只能有一個可以傳輸 同一個時間 兩個或兩個以上 它就是collision 這種架構我們說 在load很輕的時候 它是工作得非常好 那load很重的時候 它會發生collision 太多的collision 好 最後說 我們如果是在switch的話 它是怎麼樣的工作呢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如果是在switch的結構之下 就是說 我們有個switch的交換機 我們也介紹過 在switch的交換機裡面 每一個接口 它其實都有一個網卡 變成說 一條線 我們講一條線 接到switch 一條接到這個 所謂的PC的話 那PC上面有一個網卡 這個交換機的接口 也有一個網卡 所以他們兩個 這樣接起來的時候 就變成說 這條線 變成只有他們兩個專用 注意到 這條線 只有這兩端專用 而且它裡面 我們說這個cable裡面 如果是一般所謂的UDP的這種cable的話 它裡面我們講是twist pair 事實上是有四對的雙腳線 所以它有足夠的線 讓送的有一條專線 收的也有一條專線 變成兩個方向的傳輸 各有專線 各有專線的結果 我們說它的傳輸就叫做Full Duplex Full Duplex的意思就是說 兩邊的通訊是可以雙向 而且可以同時傳送 我們說如果雙向通訊不能同時送 叫做Hub Duplex Full Duplex就是說它是雙向傳送 而且可以同時送 如果是交換機的結構的話 我們這個PC跟交換機之間 它可以同時送風包 而且雙向 因為它們有專屬的線路 所以它根本就沒有collision 但是它還是去跑CSMACD 我們知道說不管它的結構怎麼樣 它一定是跑這個 我們講CSMACD 只是在Full Duplex的時候怎麼跑的 就是說你會去聽聽看 結果一聽一定就是IDO 因為這條線就是你專用的 你專用的線 你當然去聽 可是聽了一定沒有人送 所以你就送 那送了之後一樣 它還是會去聽聽看有沒有collision 但是一定沒有collision 因為這條線是你專用的 就是說即使是你專用的線路 你還是用CSMACD的protocol 你還是會去聽 但是一定是IDO 你還是會去送 送了之後你還是會繼續聽有沒有collision 但是都不會有collision 也就是說在交換機的結構之下 用了Full Duplex的這種傳輸 那事實上根本就沒有collision了 這就是Ethernet後來演進到這個交換機最大最大的特色 就是說它雖然還是用CSMACD的protocol 但是因為它的結構已經變成是每一條線都只有兩個 一個是交換機 一個是PC 它們直接對送 而且都是雙向同時送用專線 那變成說就沒有collision了 那這個它的整個performance就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說甚至可以達到所謂的wire speed 線速 線速就是說我們這個線如果是要跑10Mb 它就可以10Mb 你跑100Mb 我就跑100Mb 因為我都沒有collision 都沒有collision 那交換機本身我們也提到說交換機裡面有一個交換機的晶片 這個晶片本身風包進來從這個風包的處理查表再轉送通通都是晶片 用硬體就處理掉了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所謂的線速 所謂的wire speed 就是你風包進來就立刻出去 風包進來就立刻出去 就等於說這個交換的速度 等於跟我們線的速度加起來是一樣 所以變成說這個速度非常的快 好 以上就是我們針對Ethernet這個單元所做的這個介紹 這個傳聞起來 這些 veil 這麼有人才會做的 這個傳聞是否國家 主要m現在大家可以幫我們